好,我們來測試指紋辨識 指紋我已經先設定好了 好,那我們就來測試 按一下,瞄解 瞄解 那它還有另外一種解鎖方法 就是臉部辨識 臉部辨識在這個地方 臉部辨識,鎖定螢幕和安全性 那這邊有一個臉部辨識 我已經註冊了 我們現在重新再註冊一個臉 好 OK,註冊臉 開啟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可以設定 解鎖的時候要用哪一種辨識方法 那有指紋辨識跟鴻膜辨識還有臉部 紅膜跟臉部不能同時使用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速度 好,先關掉 打開 偵測到臉就直接進去 很快 超快 再一次喔 直接進去 臉部的 對,那我們來測試 關一個燈 對,關一個燈 再一次喔 微光它也可以進去 嗯 再一次 好,那我們來測試 燈如果全關的話 好,全關燈 全關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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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就不行了 所以就要 這時候改用指紋 摸一下,一樣進去 所以 不管你用哪一種解鎖方式 如果你說A不行 那你就用B 嗯 它可以同時存在 只有紅膜跟臉部不能同時使用 不能 嗯,不能 對,OK 好,就這樣 對,OK 對,OK